我們就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Fotocell 3D 你看到這個3D的話 其實3D也很方便做我們設計的元素之一 你不要想說我全部都要用3D做 想說你會3D然後就全部都來 很累 因為有3D模型、有材質、有打燈光、有攝影機會很麻煩 但是你看像這種DM有沒有 也都會用到3D嘛 所以平面設計也可以加上3D 也可以加上3D 像這些都很多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文章是來自 昨天跟各位介紹那個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這樣知道嗎 你看我有一張圖 我是要放進去 但是你的角度什麼 是不是要跟那個 光線是不是要一樣 跟攝影要影像合成 意思是一樣 那我們在Fotocell 3D你要做這一張 比如說我可以去找一個 海灘的 隨便你拿 其實你要找剛剛那個校園的也沒有關係 好 我用校園的好了 比如說像這邊 你要在草皮上有沒有 加個字 你就用文字工具來吧 好 這樣字超級小 所以把它變大一點 不夠大 再大一點 好 好 當然你盡量不要用太細的 還是要稍微粗一點的 效果變3D會比較好 OK 那我現在呢 把它變粗體 好 打個勾 其實呢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旁邊就直接變3D了 平常都不會按這裡嘛 都想說那個是 好看而已 其實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做 假設你不從這邊做也沒關係 好 我先變白色的好了 待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像這樣子 看起來還是要變大一點 不然這樣太小 好 OK 這樣去別人的這裡 用自己的 沒關係啦 哈哈 好 你到這裡有沒有發現有個3D的 它裡面也有內建的模型 在這邊 有沒有 你變明信片的就是沒有厚度的 它也有預設的形狀 但是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是要拿我現在所選取的這個物件 這個文字 直接怎麼樣 變3D 有沒有看到 就用這個 所以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其他的形狀 你用向量的做好 調進來也可以 比如說你的Logo要變立體 你們早上不是用Logo嗎 對不對 以拿吹的雖然你可以做3D 但是很累 所謂的很累是它 你要轉角度不方便 對不對 你做好了就那個角度嘛 但是我今天這樣做進來 有沒有變3D 有沒有一個厚度 有對不對 有一個厚度 但是透視角不對 對吧 那我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它的厚度調低一點 因為這樣太厚了 我點到這個文字 Forecial 3D 就等同真的3D 就等同真的3D 好 我就先調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在調整它的厚度 對不對 好 我就縮進來一點點 好 那麼現在這個好了 我現在發現它的透視角不對 那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來這邊 我先把它的角度 我的地板 就是你現在看到我下面的網格 我要把它調整跟什麼 等一下 這裡 我要把那個網格 調整一下 這裡這裡 7S6的這個工具會比較沒那麼好用啦 我用其他的會 就是它新版本的會有比較好一點 來 這裡調一下 因為我必須要先把那個透視條的感覺 有沒有這樣比較接近的 對不對 那我現在把這個字 就可以移到它的上面 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陰影在下面 下面有一個陰影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擺在地上 我就可以告訴他 請你幫我把這個內容 放在貼平地平面 按下去 我就知道它地面在哪裡 好 那現在還有一個 有問題的 光線要一次 你看我們這個照片 光線是從這樣下來的 對不對 因為這邊才會有影子嘛 才會有這個 那所以呢 它的光線你看這裡 我把這個收起來 它真的有光線 有看到一個無限光吧 現在方向是在這邊 所以影子是不是掉在這裡 不對 你就把它移動一下 我怪這邊 這樣有 但是我這樣太後面了 前面就黑黑的嘛 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直接增加燈光 我在下面這邊 我可以增加 點光源 聚光燈都好 我假設我用聚光燈或無限光 我用點光源好了 我可以增加一個 這邊的操作其實跟真正3D軟體是一樣的 好 你看我增加一個了 有沒有前面亮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我前面這裡亮起來了 這樣就OK 這樣就OK 那要不要有陰影 隨便 我這裡不要有陰影也沒關係 我就把它關掉 好 那我點到無限光 你看一下我們後面這裡 我這裡放大一點 你有看到影子在這裡對不對 可是它預設影子會比較硬 因為它的影子 預設 柔軟度是0 有看到了吧 也就是我們的雨化 沒有做雨化 除非你是那個很熱的天嘛 不然的話 你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時候顯示卡的效能也很有關係 我就把它拉高一點 你就會看到那個影子會變有雨化的效果 好雨化的效果 那我們在Photoshop3D裡面做好之後 它除了可以在Photoshop裡面用 也可以變成真正的3D模型 拿到其他軟體用 嘿 這是它的重點 也就是說 你也可以把別人的模型叫進來喔 好 我就這樣子的話 我的Photoshop是不是就有3D了 對不對 我不見得每次都是字啊 我可能是其他東西啊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像這樣我就準備好了 這裡 那我就把它 我用 好 你看喔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OK 但是它現在這一個 這樣做好了 它 這個品質並不是最OK的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編輯的 所以你最後還是要做一個輸出 我們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演算 它 就會開始很認真的幫你計算 那這個也是Photoshop輸出的時候最久的時間 因為它會開始一個一個幫你算 然後幫你看一下說這樣融合進來 那個感覺 所以你不覺得我們在那個啊 在那個法子器上面有很多核案啊 核體上面現在都不都有 然後處理一個台中融合的 有沒有 就像那個概念啊 哈哈哈 你就要放在那裡 雖然它沒有放 我們全體它放 哈哈哈 對不對 設計的時候就可以放進去了 這樣 了解概念 那當然 如果你想要拿網路上的 模型 只要你版權沒問題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從檔案新增3D塗層 也就是說你其他網路上的 別人做好的模型 你就把它叫進來 就可以合在這裡面 這樣 有了解那個概念嗎 你看一下我回到這個圖層 有沒有發現它就是單一個圖層 如果你希望我這個字 能夠插到圖裡面去的話 你不要懷疑 就用你會的Photoshop技巧就會了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這個字我想要讓它下來一點 我點到字 我讓它這個文字可以往下走一點 稍微下來一點點 好像埋到圖裡面那種感覺 可是問題是 喔 太多 又沒什麼叮噹 哈哈哈哈 它現在那個字還是字的屬性嗎 對 當然 當然 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那個內容 對 這個字是可以編的 因為文字本身 沒有什麼太大的那個 所以它的文字屬性是還在的 好 現在調好了 我回到這邊來 回來這裡 那 我先變成其他工具 它就會把那個3D的工具拆了 像這樣子我要融到圖裡面怎麼辦 不要客氣啊 圖成折射片啊 它就是一般的啊 所以筆刷拿出來刷一刷就好了 加露露耶 有沒有這樣就跟它可以做融合了 你了解我意思 因為這個就是你原本的功能啊 對不對 圖成樣式 可不可以加混色模式 也可以 好 那你就可以用你原本的圖成去疊它 比如說你要再加一些圖啊 這些草啊 放在前面這樣子也OK 這樣就會變成你的什麼 設計元素之一 而不是說我全部都要用3D的 因為全部用3D的很累真的 你光做模型就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可是我用影像的方式把它變成貼除 就會很快 只要你符合那個透視角 這個是我們稍微補充 這個是我們稍微補充